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34年10月在南京拍摄的一段历史影像 影像中当时南京各中小学正在体育场内进行体操比赛 中国近代体操的传入最早可以追溯到1895年 张志栋创办的南京陆式学堂 当时便组织学生学习得失体操 到了1904年的时候 清政府规定各级学校均要开设体操课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体操在南京各普通学堂中逐渐开展起来 所以体操在南京有着悠久并广泛的教学和群众基础 影像中当时任国民政府秘书长的楚明毅 还亲自担任了体操表演的领操者 出生于1884年的楚明毅 1905年便加入了同盟会 是正经的留法医学博士 后来在汪精卫的撮合下 娶了汪精卫岳母的一年 也算是汪精卫名义上的廉经 此人对中医深恶痛绝 曾提出废除中医 甚至要求老中医不能传授医术 等到老中医都死后 中医也就自然消亡了 不过此人却又对昆渠 武术等极为推崇 尤其对太极极为最新 提出了武术科学化 并对当时体操的推广做了不少事情 但1939年跟随汪精卫一起叛变投敌 后担任了汪伟政权行政院副院长 汪伟驻日大使 汪伟外交部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 1946年8月23日 因汉奸罪在苏州狮子口监狱 被执行死刑 好 多謝 感谢观看